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女心理师,杨子能做的就是保护你,安抚你,仅此而已。 杨子帮助尤娜一家解决了家庭矛盾,特地来找曾经教她心理课的教授, 分享尤娜一家的家庭状况,并且成功挽留尤娜的父母。 老教授用心地听着杨子讲解,但老教授这边疑问很多,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学听多了,随后杨子便一一解开老教授的疑惑, 并获得教授一顿夸奖,杨子靠别教授时,还不忘拿走教授辛苦培育的菜。 而后杨子便来尤娜游戏的地方,俩人坐在一起,聊起尤娜的往事来, 并鼓励他,而尤娜经过杨子几次的说服, 也彻底从他爸妈离婚的阴影走了出来, 杨子看着嘻嘻哈哈的尤娜,心理的成就感直线上升, 因为他心中的信念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时尤娜来了一句,他爸妈真的会重新在一起吗? 杨子不确定地说了一句不一定。 随后杨子便把尤娜带到小泽妈妈工作的地方, 说到小泽妈妈的爸爸曾经帮过尤娜的爸爸, 所以他爸爸才会尽他所能帮助小泽一家, 尤娜听后深思了一会,便对着杨子笑了笑, 跑下烧烤摊帮助小泽妈妈, 尤娜的热情给小泽妈妈的地摊带来非常多的客人, 终于他们之间的误会解开了。 不巧的是当尤娜帮小泽妈妈帮忙时, 小泽的同学看到尤娜正在他妈妈的烧烤摊里, 小泽听后连忙问起尤娜跑他妈妈那里干嘛, 他愣住了,以前一直被尤娜误会, 今天却突然出现在他妈妈烧烤摊帮忙, 确实令他有些匪夷所思, 但终归他也没多想, 也去帮他妈妈的忙了。 不久后做情感电台的前开议来找到杨子, 并极力邀请他加入他们情感电台做晚间心理咨询, 但杨子嘴上接受, 但心里却是有些不情愿, 杨子心里清楚, 在他的领域之中, 他的作用能否帮助到有需要帮助的人, 杨子和前开议一同陷入沉默。 经过尤娜的事情后, 杨子也明白了, 拿起手机拨通前开议的电话, 答应他的合作, 去情感电台当心理咨询师, 第二天前开议就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带着合同来到杨子的工作室, 并签字, 就在这时, 前开议说带新工作, 并随时限制杨子。 杨子满满的正义感, 彻底解决困扰尤娜的家庭问题, 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 尤娜又重新像个天真无邪的女孩, 愿她今后依旧活泼可爱, 快乐常在, 生活充满父爱母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